记者刘宇庆彭湖报道,传出工程延档,融资仲裁千里不平等条约的彭湖县重光度假旅馆BOT案,彭湖县长陈光复经营议会之邀进行专案报告,彭湖县议会决议要求县府严格督促工程进度,同时要求华鹏公司提出单保品,否则不同意支付解约六成购回嫁金。 华鹏开发有限公司,104年1月30日与彭湖县政府签订彭湖县重光度假旅馆新建营运转移案契约,按照规定要在108年1月29日完工,原投资案再次。 4公顷土地上新建120个房间,投资金额5亿元以上,但华鹏却提出更改为355个房间数,投资金额增为21亿元以上。 由于华鹏融资问题,向中华民国仲裁协会提出仲裁,经过两次仲裁,若华鹏中止契约,彭湖县政府必须依照建下六成购回。 由于先前喜来登、申衡昌昌BOT案都无潜力,县政府被外界指责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入国,县议会临时会才会要求陈光复列席针对此案进行占案报告。 占案报告后,县议会作成决议,要求全案回归至104年1月30日,县府与华鹏公司签订契约的约定内容与条款,不容任意毁约,严格督导施工进度,并贷一订约内容与已罚款,违约、解约等约定方式处置,确保县民权益,未避免日后争议与增加县库负担,华鹏公司必须提出。 5亿元单保品给融资银行质押于县府之事时,否则亦会不同意将来令提预算支付解约见价后六成价格收回价金,全面降低县库风险,且日后财务责任盖由县府片面负起责任。